全球新闻早知道 关注澎湃新闻早晚报 今天是2023年12月8日 农历10月26日 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妮 中兴免签将促成新马泰旅游黄金线路 封委会主席在华表态 无意与中国脱钩断链 往东阳春被同学打伤初中生人婚礼 昨夜今晨 精选独报 欢迎观看今天的早餐派 今天封面聚焦的是 新马泰说走就走 12月7日 新加坡官员称 中国与新加坡将实施30天 互免签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目前两国主管部门正就具体 事宜进行密切沟通 新加坡是中国出境旅游热门目的地 也是入境旅游的重要客源地 不免签证消息公布后 某旅游平台上新加坡搜索量 环比公布前一小时增长八成 机票搜索量增长九成 酒店搜索量增长五成 有旅游行业研究员分析称 中心不免签证政策的到来 将是出入境旅行市场的 又一重要利好 此举或促成新马泰免签黄金线路 中国即将迎来元旦 寒假和春节 你准备好出发了吗 接着关注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安访罚 12月7日晚间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安在欧盟驻华代表团 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冯德莱安表示 这是他今年内第二次访罚 无疑表明了中国关系的重要意义 欧盟无意与中国进行脱钩锻炼 接着来看一条热点新闻 近日 广东阳春一初中男生在教室 被同学殴打受伤住院 引发关注 12月7日 阳春市教育局通报称 伤者廖某某遭同学 持臊拔棍敲后脑 伤者廖某某亲属称 截至目前 廖某某人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尚未脱离危险 相关医疗费用由学校垫付 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摘要 新华每日电讯关注 上海封面 中国力量 从国际顶刊成果看中国创新 意志来自中国的茜和猴 突闪着大眼睛 登上细胞封面 在他旁边 克隆猴中中和华华 也以封面文章形式登上细胞 标志着体细胞克隆技术首次在灵肠类动物上实现 来到近日在张江科学成蔚来公园展出的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 一排登上自然 科学 细胞等国际顶尖期刊封面的科技成果引人注目 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越来越多的上海封面 中国封面 则射出的是中国创新实力之变 长三角风阵翻满 正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 全力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展示中国创新力量 书写中国创新故事 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人明日报撰文纪念基辛格 文章称 半个世纪前 他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勇气 同两国时任领导人一道 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 这一创举造福了两国 改变了世界 几代中国人因此认识了他 世界历史因此记住了他 半个世纪以来 他先后百余次访华 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积极建言宪策 特别是每当中美关系遇到困难时 人们总是希望听取基辛格的见解 汲取他的外交智慧 基辛格走完了漫长的人生道路 他用毕生精力维护中美关系稳定 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友好相处 接下来是一族药文素揽 入境有国际航班是重要一环 媒体倒查显示 国际航班恢复较慢有多因素制约 加快恢复国际航班 需要航司 机场等各方充分发挥作用 专家表示 国际航空市场恢复需要供给端 需求端协同发力 近两年 一些提供购物 外卖等生活服务的应用想方设法推出借贷服务 这是为何 专家表示 在金融变现的潮流和趋势下 这是平台或客户流量变现的重要方式 专家提示 用户需警惕借贷推广陷阱 金融监管也要加力跟上 日前 浙江证监局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 应超比利持股为公告 限制期卖股票 两名牛赛领千万罚单 当地时间12月7日 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消息称 将对俄罗斯 罗尔多瓦以及乌克兰本国等13个国家的185名个人 和181个法人实体进行制裁 丹麦议会通过一项法案 禁止不当处理宗教典籍 丹麦政府认为 在该国发生焚烧宗教典籍事件后 提出该提案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据多家意大利媒体的最新消息 意大利反兴奋纪检察官办公室 要求对30岁油文中厂伯格巴 处以竞赛四年的处罚 新闻速览之后 来看一下今天的深度报道 新华社倒查盘点骗保四种形式 目前 一些医院存在不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 也有个别医院存在恶性欺诈骗保的行为 欺诈骗保有哪些花样 记者倒查发现 特别医疗机构通过过度医疗 化肠住院 创唤药品 诱导患者等形式 实施欺诈骗保 医保基金监管无禁区 如何守护好老百姓的救命前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 完善医保基金监管 需要借助信息化手段 变发现问题 事后处罚为监管关口前一 提前预警 一位三甲医院院长建议 守护好医保基金也需要考虑其使用效率 促进医保 医疗 医药科学联动 推动实现医保基金科学使用 美国共和党内第四次辩论观察 当地时间12月6日 共和党内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 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举行 与前三场辩论一样 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继续缺席辩论 此次辩论共有四名候选人参加 分别为佛罗里达州州长罗安德·桑蒂斯 美国前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 前新德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 和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尼 据中新社报道 在约两个小时的辩论中 四位候选人围绕经济、边境、外交及跨性别 等话题展开激烈争辩 黑利则成为德·桑蒂斯和拉马斯·瓦尼的 主要攻击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在民意调查中仍遥遥领先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针对当前一些热门新闻 舆论场的观点反馈是怎么样的 求学得业既要看事 更要从心 人工智能是目前最火的创业赛道 无数创业者争相涌入这一领域 或雄心勃勃的梦想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 或瞅准了新风口渴望蹭个热点决一桶金 新兴技术的量潮汹涌澎湃 事不可挡 不仅席卷了投资圈 也渗透至教育圈 但选择什么专业 从事什么行业 历来就是一个备受社会关注和充满争议的话题 不可否认 求学得业需要看事 与其在一个不知能红火多久的热门赛道 做一个随时可能被替代的庸才 不如追随内心的热爱 深入钻研 保持血洗 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与综合能力 敬畏 遗憾 欣慰 期待 阿里献血事件的极点思考 一场惨烈的车祸 一条被抢救回来的人命 众多参与救援的人和机构 却因当世人发在社交账户上的一条时候感慨 而引来惊讶 不解 质疑甚至漫天的嫉妒 仇恨 辱骂 舆论经过一波又一波风骨交替 最终总会慢慢归于和缓 分波落幕之后 希望事件中出于好心 救人一命的爱心人士 不再因为质疑而受到伤害 而心怀善意的更多人 也不要被这场分波下退 未来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 还愿出手相助 最后 今天的阅读栏目关注以下内容 世界最深地下实验室 四川巨型水电站的意外溃赠 微额井平山 庞坡大河湾 看似两条平行线 毫不相关的水电工程与基础科学 在此意外结缘 诞生了追寻宇宙幽灵的绝佳场所 12月7日 中国井平地下实验室 二期极深地下极低辐射本底 前沿物理实验设施 土建公用工程完工 具备实验条件 这标志着世界最深 最大的极深地下实验室 正式投入科学运行 在县城喝一杯咖啡 好像县城的消费者和大城市也差不多 穿着打扮都和平时写字楼里见到的白领梅童 甚至说的方言都差不多 当然 拿出笔记本电脑感文件的确实没看到 毕竟是县城 还是休闲 惬意很多 县城居民现在的生活空间和城市差不多了 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原本属于城市的文化符号咖啡 在这里也变得如此常见 并且屈媚了 曾经无形的界线已经变得模糊 那是城市和县城原本经未分明的身份标记 但现在这个标签没那么重要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澎湃新闻早餐派 如果你对以上新闻感兴趣 可以打开澎湃新闻客户端查阅详情 愿各位元气满满开启全新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